杨树洞察 改装歼7歼8的工作 而自歼10开始 中国掌握了研发先进三代喷气机的整套流程 甚至可以说 没有歼10就没有今天的歼20歼16 就没有如今独立自主的 可以和美国叫板的中国航空工业 所以歼10的意义已经不仅仅限于一种先进战机 而是成为中国21世纪航空工业成长和腾飞的象征 那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就带大家回顾一下歼10发展的曲折历程 见证中国航空工业的腾飞 那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 此前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的实验经验表 传统重视高空高速的二代机已经过时了 战斗机的空战主要发生在跨音速的中低空的高度 因此美苏以F15苏27为代表的先进三代机 都对中低空进行了升级 并且采用了电船飞控技术 高性能涡扇发动机 先进气动布局等一批革命性的技术 再加上高性能的雷达配合先进中距空空导弹的超视距空机方式 让二代机对战三代机的时候 看不见打不着 妥妥的被跨带吊打 而此时的中国空军还大量装备歼6歼7这样的一二代机 为了改变空军装备极度落后的现状 1981年底我军开始新建计机的研制计划 同时也向外界释放了购买三代机的需求 因为当时咱们和西方还处在蜜月期 最先上门推销的是法国 拿出了当时风头震静的幻影2000 那这个幻影2000在当时的三代机当中 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型号了 咱们的飞行员亲自驾驶 对这型飞机的评价非常高 说如果驾驶幻影2000有把握击落任何对手 所以当时咱们对幻影2000的性能是很满意的 但是法国人的报价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贵了 毕竟法国人做生意一向是认钱不认人 而且技术转让门都没有 那么这方面花两亿美元单价 买36架正风的某南亚大国直呼内行 最后就是因为卡在价格和技术转让的问题上 咱们没有引进幻影2000 但是后来法国干了一件很恶心的事 转手就把这60架幻影2000卖给了东南某岛的割据实力 一度给咱们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当然这是后话 不过尽管没有买法国人的飞机 但是幻影2000展示的电船飞控 先进的航电火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么先进的技术 我们中国的战机也要搞 那本着引进自研两手都要抓的精神 在考察引进的同时 国内的研发工作也在进行 就在1982年2月 咱们召集了国内的战斗机研究所开了个会 讨论新战机的方案 那这个时候国内最完善的方案是601所 也就是后来的沈飞的歼13方案 相当于类似F16气动布局的歼6魔改 但是这个方案没有用到电船飞控 中距空空导弹系统 大方面来说还是顶尖二代机的水平 这个放在70年代还算先进 但是作为80年代研发 2000年服役的新战机 那肯定是装备极落后 那另外的611所就是后来的成飞 虽然当时并没有一个完善的方案 但是我们的宋文聪总师 连夜准备了有关材料 凭借多年的研究歼9的经验 再加上对国外三代机的了解 宋文聪总师一上场就语经四座 提出了要加强机动性 注重超视距空战强化电子战性能 等一系列先进的概念 会后上级部门马上决定 魔改歼6方案暂停 大家回去再研究研究 那会议后 在宋文聪总师的带领下 成飞拿出了压式布局的新方案 那什么是压式布局呢 下面我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战机的气动布局 那常规布局的飞机 都是采用前主义后尾翼的布局 就像美国的F15 F16 是依靠主翼上下一面的压力差产生升力 升力在飞机上的平衡点叫做升力中心 那飞机呢又受到垂直向下的重力 那么一般的飞机呢 升力中心都在重心后面 这个飞机受力不平衡 就会产生纵向偏准 那为了保持稳定 就需要在尾部加上一个尾翼 施加一个可调的压力压住飞机 同时呢控制飞机的抚养机动 那么通俗的讲呢 就是一个和尚挑水池 但是从气动手机上看 这个尾翼同时削弱了飞机的升力 而歼翼采用的压力布局 是在主翼前面加一个可动翼面 那么这个翼面主要产生升力 和主翼面一起把飞机给抬起来 通俗的讲呢 就是两个和尚抬水池 压力的第一大好处 就是产生更大的升力 在同样的发动机推力下 加快战机的抬头 大大增加战机的机动性 那么另一大好处呢 就是可以让流过压力的空气产生涡流 那么涡流流金机翼的上表面 可以进一步增大上下一面的压力差 可以进一步提升战机的升力 让战机可以用更短的距离起降 空中的机动性呢 也更强 而且成飞的新方案 为了更充分的发挥压抑布局的大升力优势 把战机的升力中心的潜移 与重心重合 尾部的小腹齐呢 也提供了一部分升力 整体的和平衡 那么这样的设计呢 可以让飞机随时调用全部的升力 不用为了配平战机而浪费生力 这样的战机啊 抬头速度更快 机动性更强 那这种设计呢 在学术上就叫做放宽静稳定性 顾名思义 这种设计降低了飞机的稳定性 飞机在飞行时迟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需要不停地进行微操 来保持飞机的稳定 这对于传统机械飞控的飞机来说 是不可想象的 这里呢 咱们科普一下 在三代机的电船飞控之前 从螺旋桨到喷气式战斗机 飞行员操作飞机的过程当中 操纵杆 油门 舵面之间 都是通过切的方式连接起来 这和早期的汽车坦克上的控制技术一样 开起来很费力气 那在战斗机上 如果飞机需要飞行员 一直不停地微调飞行状态 就会让人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不但增加操作难度 降低了作战效率 还会增大飞机的实施概率 那这里呢 就需要上面提到的电船飞控技术了 不同于传统机械飞控的飞行员 直接控制舵面的运动 电船飞控啊 是把飞行员的操作转化为电信号 在经过飞行计算机处理后 发给舵面已经动作 那电信号控制 加上计算机的辅助 操纵的速度精度 那肯定比机械传动更好 飞机操作起来呢 也更加灵敏 这也是三代机获得高机动的关键 更重要的是 在飞行员不操作的情况下 飞控计算机就会收集 遍布机身的传感器传入数据 对飞机的飞行资赛 运行每分钟数百次修正 保持飞机的稳定 大大减少了飞行员的操作量 让飞行员可以专心于作战 而且在飞机进行投弹的时候 电船飞控可以打开自动平飞模式 保持飞机平稳飞行 让飞行员专注瞄准投弹 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也能感受到电船飞控的优势 我们现在的家用轿车 也用上了电船飞控 我们转动方向盘 踩油门踩刹车的时候 根据动作的幅度 先产生一个对近强度的电压信号 发送给汽车的车载电脑ECU单元 收到控制信号后 车载电脑根据随时收集到的 车速发动机公共的信息 对转向装置 发动机喷油系统 进行精确的控制 接下来你是不是以为我要收广告了呢 其实我并没有接到 这叫徐晃一枪 咱们下边继续讲飞机 那说回承飞的新战机方案 在确定了压抑布局 加电船飞控后 最重要的就是发动机的问题 其实年代末 开始研制的新涡扇发动机太行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选择了仿制 米格23使用的R29-300涡盆发动机 代号涡盆15 那基本方案成型后 承飞又经过了数次竞标 期间不断对方案进行优化 在这个工程当中 对实验团队也有断练 比如原本耗时三年的风冻实验 承飞的团队一年内就完成了三度 到了1984年 承飞的压抑方案 最终被确定为新肩方案 空军对新肩的要求很高 要求接近F-16超过米格23 1986年 国务院和军委正式批准了新肩项目 代号10号工程 这就是坚实这个名字的由来 项目上马后被认为总师的宋文聪 首先干的是改革流程 在坚实的项目上 承飞第一次组建了一支一体化作战的大组队 打破了旧的条条框框 把以往各个单位各自为战 朝令夕改 经常做无用功的问题一次性解决 那说简单点 就是让团队的组织度和效率有巨大的进步 坚实的很多设计理念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比如说 它的液压系统有相互分离的两套 增加了战机的生存性 设备按照维修频率的高低从里到外布置 开设了大量的维修口盖 更换发动机也不再像歼6歼7那样 需要把飞机的后机车给拆下来 只需要把发动机从尾部取出 大大缩短了疫情人员的维护时间 另外 在歼10开始研制的时候 成非设计所用的设计工具 还是计算尺 图板 手摇计算机 这种我们现在看来很原始的设备 为了加快研制进度 我们花几亿人民币引进了国外的 先进计算机系统和设计程序 当然 咱们可不学某些南亚大国 只管闷头买买买 为了不收治于人 原程序 我们也要 开发咱们自己的设计系统 那自此之后 我们也赶上了国际先进的设计水平 我们的设计人员 再也不需要趴在绘图桌上 一点一点 画出几十万张图纸了 那尖十项目的前期论证和准备 就算基本完成了 但是就在尖十的研制进入快车道的时候 一款来自俄罗斯的战机 险切让尖十项目瞎了 那么这款战机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成为后来 又是如何通过尖十逆境翻盘的呢 现在的尖二零和尖十 又有哪些千次万里的联系呢 这部分内容我们放到下期来讲 喜欢我的节目 请继续关注和我一起洞察世界 请继续关注和我一起洞察世界